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步就是 那您和詹姆斯立即消失 可是我老妈到了 正往这边赶呢 后边的事交给我吧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谁的电话也不要接 只能接我的 明白 你们是 汤 晶晶 素素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事 没事 你 请你可不可以 好 谢谢 哎呦 突然间被图了 哎呦 紧张死我了 可别演砸了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 我感觉 我想一个幕 或者做了什么 解不得人的事 文化差异 我现在也没工夫跟你解释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哎 妈 您怎么来了 哦 我送你了 怎么了你啊 打电话也不在接呢 哎 这是晶晶的妈妈 蔡局 嗯 我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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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蔡局长 让你见笑了 快别这么说 就像我老蔡 或者少元 我们做父母的呀 都舍不得让孩子出远门 哎 宁宁呢 进去了 对啊 叔叔 她已经进海关了 进去了 你没看见 她刚才哭得可伤心了 和我阿姨抱在一起哭 我们看了心里也可难受了 哎呀 这至于的吧 没出息劲了 这蔡局都来了 她总得出来露个面啊 怎么出来呀 杜静安姐 好了好了 这人已经进去了 海关少的会再让她出来了 哎呀 这多不好 我一定不《你吧》 krch 乖醉怎么啦 ICK 很 memor 怎么 spy ironically 看到了 anging critical Yi S 我宣布一下啊 从今年起 大家以后的各种绅食搭配 就都听我的了啊 我除了是营营学家以外 谢谢 谢谢 干活吧你 干干嘛呀 都能给我一点钱力吧 给你 你有一出的头吗 穿上 没你们没你们 既然大家一起出来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给每个人一个角色 你们三个比起来 我感觉叔叔的性格最平和 所以我们应该尽力一个平等的环境 对 什么意思呀 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对吧 你们俩干嘛跟选总统治这么严肃 你们就是对我不平的 凭什么一直总是我一个人受压迫 素素 别以为有人挺你 你就可以得瑟了啊 我也宣布一条 以后我们归宜的事少掺和 干嘛呀干嘛呀 我同意詹姆斯的说法啊 我也支持素素当我们的营养师 是吧 亲爱的营养师大人 你何有救我一坏人是吧 我告诉你们啊 要是没有我 这临危不惧处冤不惊 你们谁走得了 我们这儿 请原谅这些无知的人吧 我 我 你保护我 一切由我而其 我干 哎 真是 兄弟 我会在这儿住吧 嗯 就凑合住这儿吧 这种小地方也就这样了 有没有热水啊 服务员有房间吗 哎美女 你们这儿有没有热水洗澡啊 只有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提供热水 都快十点半了 哎呀快点快点 汤姆在路上啊 一直在查阅王罗宾的资料 这点上让他说吧 嗯 反正我看书生是这样写的 网络兵一生当中 穿过四次军装 一直在一九三七年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那边 还有跟他刚刚结婚的妻子 参加了 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对对对 战地服务团 他也打过仗啊 当然了 这你都不知道啊 对啊 服务团主要任务是 宣传鼓动的工作 我看书生写的网络兵 当时从战场上还运送伤兵 然后把武器和弹药送到前线 我想不到他今天是一个军人 嗯 就是我来说从音乐中 他的音乐一点没听到 战争的音符 哎 我这儿呢 还有一本王洛宾的歌曲集 是我妈妈给我的 从这里面看呢 王洛宾早期就是从 抗日战争歌曲开始的 哎对对对 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 说王洛宾参加的那场战斗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那个渡口 哇 哇 好漂亮啊 这就是当年的战场 啊 快看快看 啊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真漂亮啊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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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我啊 我来了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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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我啊 我来了 快看 当然就看出来了 你看那形cor和气质 像不像那种电影里边 梦幻的人物啊 哇塞 我们不会是穿越了吧 别吓唬人啊 真有可能 说走就走喽 妮妮啊 现在已经到巴黎了 那个什么 明天啊 我就得回云川了 学校那边催了 是啊 教导主任 你这不是怕我耽误课吗 提前打电话过来催我 让我早点回去呢 也好 北京的事也办完了 要不咱们买两张机票 咱俩一块回云川 你的事也办完了 对对对 是得回去做点准备了 准备准备什么呀 我得早点回去 备备课呀 好 有吃的没有 有啊 吃东西吗 就这些 大哥 这是夜馅 按理说连水都不要多喝的 我可是食肉动物 那我也是食肉动物 小心牛肝鸡肠 你看人家宁宁啊 一点都不让人操心 再看看你们连自己的嘴都灌不住 就是一群吃货 我就是要吃饭了 宁宁 看来在夜宵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 对呀 分歧 真稳 如果当时王若宁听了游乐山的建议 他就不会去西北了 更不会有日后的王若宾 更加不会有这种歌曲集了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坏揣着音乐梦想的王若宾 放弃了去巴黎深造的机会 和前半个热血青年一样 投身到那场抗日救亡的战争之中 他要用音乐去消灭战争 晴天啊 怎么样 真正好 这没想到啊 咱俩就是参军了 我又没想到 就你爸的一封信 就能让爸乐军这么顺利的建议呢 当然了 我爸什么人啊 我爸那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 再说了 他能让我嫁给你 不还是因为你是一个 有报复的爱国青年吗 我不想让你爸失望 但是我真的没那么多报复 我只是想做音乐 搞我的音乐 若是你得答应我 以后要是有时间的话 你一定得陪我去巴黎 好吗 去什么巴黎呀 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 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是一个八路军战士 我们要去延安 去延安上革命大学 对 我既然穿着这身军装 我就应该对得起这身军装 对得起你爸 对得起你 嗯 我就用音乐抗日 那你去不去延安呀 去不去 为什么非得去延安呢 那不去延安怎么抗日啊 抗日有很多种方式和形式啊 我的大小姐 这个问题 停 别叫我大小姐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小姐了 我爸已经把所有的家产 全投身抗日了 我现在 是一名巴黎军战士 很漂亮的巴黎军战士 去不去 你听没听说过一个 战地服务团的地方 那你的资料真的太棒了 完全跟我的资料是互补的 当时 日本人在北京都干什么了 为什么网络民 不直接去巴黎 而去西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北京 当时叫北平 对啊 詹姆斯 你需要补的课太多了 大家看这一段啊 参加战地服务团之后 他们先去了山西 然后是西安 白天他们到处去演出 晚上就在学校的大教室里 用课桌拼成睡觉的窗 这种老乡上战场 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他跟刘若珊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手呢 还没到那儿呢 要不 看看汤姆那本书吧 我这本书里面也说不清楚 咱别弄乱了成吗 这不大家一起凑嘛 谁一个人也说不清楚 你们怎么连牛肉干都吃上了 谁批准的 那个 那个 你们太过分了 我那份呢 还有我的呢 谁都不许吃毒食 给 给 给 我给你 不 来 来 来 你干吗呀 你们 你又知道提不然 我们别光顾着吃啊 边吃可以边讨论 詹姆斯虽然知道的不多 但是他每次提出来的问题 都是最直接 也是最客观的 宁宁 你是怕我把汤姆推出来 抢了你的风头 所以你搬出詹姆斯是不是 说什么呢 有点正绩没有 好吧 那詹姆斯说说你的高见 咱们下一任去哪儿啊 去哪儿让你们来决定 我只想搞清楚 为什么王洛斌不去巴林 而是去西北待了几十年 我觉得这个原因应该 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妈妈曾经告诉过 我一个这样的故事 在宁夏 王洛斌认识了一个女人 对她非常地重要 而且也是因为她的一首花儿 改变了王洛斌的一生 这个注释我想要找个点 对啊 什么女人 什么女人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女人叫吴朵梅 是网络兵路过六盘山的时候 认识的 我决定了 下一站 《六盘山》 《五朵梅的家乡》 开车的时候你就别啃输了 把眼睛会看坏的 你说吴朵梅啊 她不仅是唱花的高手 而且在当地是一个绝色美女 真的假的 那个时候的女孩 能好看到哪儿去啊 有我美吗 当然你最美啊 不过她应该很漂亮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王洛斌是因为 吴朵梅的美貌 而选择留在西北大 不可能 为什么 他们才相处了六七天嘛 还有她一直跟她刚新婚的妻子在一起 还有战绩服务团的同志们 我特别想听那首歌 《花儿》 是什么样的音乐 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特别特别想知道 哎呀 这天气也不早了啊 咱就找个地儿 吃东西歇歇了吧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 外国这个商澳前面有一个小旅店 那儿可以歇个角 那儿的老板娘 还是一个唱花儿的能手 外号叫 吴朵梅 吴朵梅 那行啊 那咱就去那儿吧 你怎么这么怪啊 吴朵梅 路边 你想啥呢 我在想我要尽快地去巴黎 去什么巴黎呀 咱西北的民歌 是最棒的音乐 我感觉我们现在是在工作 工作就是靠日 不是在搞音乐 工作就是工作 音乐就是音乐 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就是都一样吗 都纯粹 让让让让 二爷 华爷 里边请 小子给你们喂瓦去 吴朵梅 赶紧出来 见你家二爷 这牲口就是牲口 这人也是牲口 说谁呢 说你呢 说谁 别动 吴朵梅 你家住的都是什么人啊 你是谁家二爷呀 吴朵梅也是你叫的 就连你家秦的巴掌 都得喊声五娘 吴奶奶 你赶紧干这俩棒出来 我儿童我说干啥呢 去你奶奶的 老娘都被你喊老了 这二位 你小子可惹不起 为啥 就为大家都是 五娘店里的客人 想住店吗 赶紧进去续窝去 大路朝天 各走万边 大路朝天 各走万边 今日如有得罪之处 二位海涵 这是我那傻兄弟 小时候让驴给踢了 脑子不太好使 您忙您的去呗 呦 原来是这回事 好说 好说 你走 走好 你又哪儿我开心 这俩到底什么人 国君的人 伺候伺候你们 五嫂子 兄弟们今儿难得见你一遍 你怎么着 也得给兄弟们 今儿唱一回那个花 你叫哪家五嫂子 你认谁当五爷了 我家大嫖爸子 在家就喊我 五嫂子这位置 早就给你留着呢 二泡桶子 你再给我平嘴 我放狗夭死你 今天你要敢唱我叫一声娘 放你娘的屁 本姑奶奶如今 还是个大姑娘呢 哪儿来的你这野儿子 怎么着 你今儿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今儿个你要不唱 姑奶奶把脸生给你了 你敢咋的呀 对对 看她那咋的 我 我能咋的呀 谁敢咋着我五嫂子 你看着我二泡桶子 我不给她两枪 喝你的水 哎呀 掌柜呢 掌柜呢 怪不得来一辆卡车 下来一车的兵 怎么着怎么着 谁敢坏了我生意 我要了他吃饭你家伙 今天我这儿是贵客来临啊 这么多军业都来捧我的厂 咱们这小店是要发大财呀 我们是八路军战地服务团的 从你这路过想进来接个地儿 您就是老板娘吗 这位军业真会说笑啊 我是这儿的掌柜的 咱们这儿没有老板 娘 那给掌柜的添麻烦了 有我们这些人住的地方吗 咱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呢 有 不给谁住 也不能不给同志们住啊 是吧 来了 来 来了 慢吃啊 还有砸碎汤呢 老板娘 有点少 要不一人再给我们来一碗吧 这儿没老板娘 我是掌柜的 伙计 再来碗少子面 来喽 来喽 来 我不饿你吃 一会儿就来了 你吃吃吃吃吃 我不饿你吃吧 我累了你探某了 我累了你探某了 行 怎么不舒服啊 没有啊 你说老板娘这面做的 刚才也没仔细看 芹菜呀 什么呢 它真挺好吃的 来吃点吧 你爱吃你多吃点吧 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吗 人家不是老板娘 人家是掌柜的 单身女人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啊 就是不信我是吗 没注意她看你那眼神吗 眼神 什么眼神 尝贵了 来 先来坐 大妹子 吃吧 子伯 我这儿有 谢谢 你们俩是一对啊 不是啊 我们俩兄妹 这种事我从来看不错 你男人 长得像我那不知死活的 为婚夫 什么不知死活 婚礼上突然听到土匪的枪声 他马上带人去追 就再也没回来 没找去吗 找了呀 找了十年了都 找遍了方圆几百里 是活不见个人 死不见个尸啊 那后来呢 后来就有了这家小店啊 这儿来往的人多消息也多 兴许哪天 我那死汉子还能寻回来 这儿可不像城里 四处都是寻肉吃的野狼 马上睡觉的时候 把门窗都关严了 他什么意思啊 他能什么意思 不是 你是要不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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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阿嬷 作曲 李宗盛 眼泪的花 飘满流 爱有理由 眼泪的花 把心沿海流 爱有理由 眼泪的花 把心沿海流 爱有理由 眼泪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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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maan泪的花 你凭什么打他 看好你的男人 就你说的那个话鬼才信 等 等 等 看好 好 你好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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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您看吧 就在这儿 无头妹的故事发生的 就是在这里 你们快看 是河边那女孩 您可以看到 我把她的故事发生 是什么 我走呢 我走呢 那我走呢 我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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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盘 地盘 这是你的老假吗 对啊 我好久没回来了 看 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 银川 到了 谢谢 亲爱的 我需要热水 我要洗澡 放心吧 老妈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这个酒店好大 你以为呢 阿姨 你 快过来 跟我来 快过来 跟我来 告诉你出事不出事 出什么事了 你知道吗 这里有婚礼 婚礼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爸在婚礼上呢 他还是证婚人呢 我爸也在这儿 思思作意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又不如去酒店吧 现在是旅游忘记 咱不上岛换酒店去啊 不知道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这样子 你们赶快啊 按照自己的名字 进自己的房间 猫人扑手出来啊 不是 扑个镜子呢 对啊 他怎么刚才在那儿 我去找他 紧紧 紧紧 你不可以出去的 他爸认识你们两个了 他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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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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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的 让我们掌视有请 新好新娘 同住登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太好了 妈 太用力了 好辛苦 你啊 就在这儿过来好好地待着 哪儿都过去去 妈 你要去哪儿 我得下去参加婚礼 否则我不出面的话 你爸不得洗衣心 那你快去 我在这儿等你 来 我去掉了 那好 谢谢老妈 千万别跑出去 别跑啊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嘿 老纳 三件没丢 林玲 我刚才看见那个杨小伙 好像在跟你打招呼啊 没有啊 好像是那杰姆斯啊 杰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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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纳 你看你这记性真是不好啊 你忘了啊 咱们在巴黎机场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子帮我们拿行李 你还问他叫什么名字来的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呀 出来凉快凉快里面太热了 你看没看见有人出来呀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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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见那个法国的杰姆斯 可是这儿的门口人又不见了 什么 杰姆斯 还是不对 那你说这杰姆斯跟宁宁 是怎么认识的 这有什么好迷惑的啊 你听我跟你解释 怎么认识的啊 在北京机场 是看见了杰姆斯对吧 但是你知道吗 杰姆斯是汤姆的朋友 人家来看汤姆就有什么不正常的 汤姆他又是晶晶的男朋友 晶晶又是宁宁的女朋友 所以咱们家宁宁 认识晶宁宁 认识汤姆宁宁 认识杰姆斯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宁宁和杰姆斯是朋友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好烦啊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好 来 谢谢 谢谢 快点干杯了 来吧 干杯 阿姨 请你一杯 喝 喝 干杯 你过来看 怎么又是那女孩啊 你呢 是 不想什么 你都不想你 你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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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走 怎么了 这里呢 就是我老妈任职的大学 我老妈是这儿的音乐老师 我的音乐素养 可都是我老妈熊涛出来的 好了 别吹了 我准备了一些 王罗宾老先生的图片和资料 在音乐教室里面 那我带你们过去吧 好 好 好 谢谢你们 来 下面我给你们看 1937年王罗宾老先生 在六盘山时拍的照片 你看 这个啊就是 吴朵梅的那个客栈 可惜这个没有 吴朵梅的照片留下来 你不说话我知道 你有苦衷 可你没一巴掌 差点把小棱口给打掰了 咱出来就是为了抗日 为了救活的 要不是看你们在抗日 我早就会 你早就咋 你还敢杀人 我告诉你 吴朵梅 别看你挺能诈话的 你瞒到了别人 你瞒不了你自己 要不是为了你男人 你能在这荒山野岭的 开这客栈吗 你能守身如玉这么多年 别拿别人当傻子 他凭啥听了张花儿 我发过毒誓 我张花儿这辈子 能听得只有我男人 所以 你男人失踪之后 你就再没唱过花儿 好你个葡萄梅 你终于把这花儿 唱给别的野汉子听了 你跟我家秦大巴上 怎么说的 说你娘个屁 惹极了眼 老娘放把火烧了这座山 烧死你们这把 倒进了 撤 撤 撤 你站定 我谈那八路 自己还带着婆娘呢 好 好 我看 吴总维这回咋说 我看 我看 我的天晴 我看 你 我看